早晨 早晨 有看我的vlog 都知道我極少出現在鋪路訪單車徑 曝光 現在是沙田往大步方向 為何我今天會向這邊 嘩 走音 其實這條單車徑是我從小到大 踩單車前十年 幾乎是天天踩的路 無論是小學放學 同同學 飛車 還是職業訓練員 在西貢 九龍區 廣島區 都會踩這條路 這條路很熟 為何今天會 在這條路拍vlog 看到我這一身裝扮 大家看看 等我一會 嘩 沒武器 一件叫Pro 8 現在開始看一個 30秒的廣告 這件Velotec製造的速度 號稱是全世界最快的速度 我還要穿 DACC Aero物 必須配搭 一旦 搞這麼多 當然要嘗試 玩一下速度的項目 我約了一個神秘的朋友 都不太神秘 差不多每天都見到他 差不多到這個 研究 很快就見到他 我約了他 嘗試做一個 Strava Segment 的 Attempt 這條路 有什麼難度 難度在哪裏 你看著我都知道 當我盡全力踩這輛車 大部份的Segment 我都拿到 除了一些長一點的上山 視乎我體重 有多投入 但一般這些 牽涉到平路 衝刺 有很多這些 軟軟軟軟的KOM 在我的Strava上 所以難度 不是我能否拿到KOM 而是 我帶的這位嘉賓 可不可以 帶領他 進入這個 Leader Board的Top 10 是 All Time Top 10 即是不用訂閱 都可以 榜上有名 Segment 很簡單 馬橋來回 不是 馬橋去 沿州仔 或者沿州仔去馬橋 就這麼簡單 說時快 那時遲 我約的朋友 我就已經見到他了 大家是不是很熟悉 大家好 歡迎各位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Chris 是 不是一個 KOM的好日子 兩邊 保持30 都要200W以上 但是 來了 兩邊都試試 可不可以摘日 但一天好些 再踩快些 那就進步了 那我就沒有這個 想看這個 就去Chris的頻道 看看這個 不知道能不能拿到 All Time 名次 沒錯 記得 看著 去找這條影片 兔工的KOM 我們這次是會由 大王爺 圓州仔 向馬橋方向 踩 大風的 所以戴了頭盔 未必拿到 不要指望 我一定拿到 OK 十二分鐘 GOGOGO 竟然拿不到KOM 剛才已經爆了頭盔 拿不到 現在是藉口的時間 第一名是 在2017年的時間 快我們三秒 接著就是 雲稀和韜韜 分別差一秒和兩秒 其實以今天的風勢來說 我已經盡力了 即是 就算 不是要 顧著Chris的出日彎 其實很可能 都是踩回這麼多時間 最多都是 幾秒幾秒的差距 我們等一天順風一點 可能試試 從馬橋回到圓州仔 然後 今天我踩了一對 雖然是碳纖靈線的60刀 但我踩了一條28C的COSA NEXT 一條非常穩固的練車輪 平路就沒有去 所以 你光顧我買的話 就買GP5000和COSA SPEED 這個遠處 這對鞋子就很好踩 千萬不要誤會 還有 這衣服 是破鋪鋪的 你看我已經藏了 我外面穿著這件衣服 其實很難再 認真點 去準備這個 裝束上的 AERO DYNAMICS 以滑梯來說 中間就沒有甚麼阻礙 所以 除了這位 剛剛出了一部 地盤的貨車 但是我們只是收了腳就沒有鎖 所以也不是影響很大 最主要是這個風 如果我們現在踏快一點 其實你也聽不到我說話 其實我已經在起步 起步的頭一兩分鐘 其實平均應該四百步 所以大家看到 Chris也不是大家想像中那麼弱 你不要再說 你單腳踏人在香港所有人 一個人要踏 其實踏到這些平路的KOM 其實也挺難的 尤其是十分鐘以上 如果短一點 譬如四公里、五公里 那些會比較容易 即是一些六、七分鐘可以踏完的路段 先說到這麼多 記得去Chris的頻道 看回Onboard Cam 和他的Vlog 已經來到這個大三波牌了 然後Chris陪我踏到這裡 宋君千里 終水一別 是 大山牌 第一次 我們之後再計劃多些不同的路線 或者再回去套工 拿了KOM 我很肯定他可以拿到其中一邊的KOM 小心點 MARCIO MARCIO 是甚麼 MARCUS 兔工巴西龜 小心點 煉車 不知道他有沒有看Chris的影片 我們只差三秒 下次會努力 今天就這麼多 首先我要趕著回葵方繼續工作 那Chris就剪片出這條影片 那我們訂閱他 訂閱我都沒甚麼用 訂閱我會有千多個追蹤 OK 那 先說到這麼多 Bye